你也没过门呢 这是我们关家的事 你凭什么插手啊你 就凭我是你姐的男朋友 是她未来的老公 炒茶是吧 你能不能 你这动手的毛病 能不能改改 别闹了 我跟你说啊 刚才你姐已经答应了我 全都听见了 你干嘛非得今天要办呢 是啊 爸 妈 你们偏心眼是吧 自从有了她 你们就开始向着关雨晴 这些人都听见了 你们考虑过自己儿子吗 我不明白这儿子跟女婿 到底谁是亲生的呀 爸 你不爱我了吗 你 我们怎么会不爱你呢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 行了 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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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回家 回家 说 你看见那孙子了 行 你帮我盯着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冯雨晴明天啊 就明天你要再办不成 我跟你没完 宝 好 这都是你惯的 走啦 回家休息了 不啦 走吧 走吧 回去休息 来 先回去 你这些衣服装够了吗 不用带那么多 也不用天天换衣服 你带去温水了没 我飞过南飞 那儿温通特别多 你不说我还得忘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不能看 好啊 你现在有秘密了 我不光有秘密 我从头到脚都很神秘 我叫 给我看 真的 等我回来给你看 好吧 你到了那边以后 你接着给我打电话 听说那儿信号不好 不能每天听到你的声音了 或许多点 我 不是不讲卖 你把我认识护一声 你死了 你得不亚 你得不亚 你们听说吧 你得不亚 我得不亚 你得不亚 你得不亚 你的手 你得不亚 这是我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让我蹲着了 那 别闹了呀 你那小子是我呀 火 你 你怎么来了 你 你没事吧 我跟你说啊 你的事啊 你根本瞒不住我 我告诉你 你爸的眼睛那就是赵妖精 这是不是那个大致的公司 爸 你没事吧 他那钱是不是出事了 我上个厕所 回来 我憋不住了 尿裤子里 你就别瞒我了 我给你那个私房钱 他是不是没了 爸 你都从哪儿 听说他是没用 不是 你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 你就说是还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爸男的是 经过风浪的人 这个事啊 我挺得住 你告诉我 你 你鞋的钱 可能真是收不回来了 真的 我对不住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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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经得住风浪吗 爸 爸 爸 老李 爸 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 你就点点头发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怎么办 老李先生真是 真是招惹谁了 医生 我爸怎么样 怎么样 情况不太好 如果持续醒不过来的话 会造成天摊 你没得有个思想准备 这么严重吗 先留院观察几点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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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吗 我没事 问整雷呢 把他叫来 我要问问他 你爸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 他还在楼下缴费呢 去叫他 好 妈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叫他 你说什么 你把贝贝给你买的车 还有老李的私房钱 全都能没了 主要前妻收益特别好 真特别好 后期就追加了一点 我也没想到爸攒私房钱 能攒这么多呀 怎么着 你被人骗了 你被人骗了 还嫌疑老丈人钱多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一天到晚就挣个盒饭的钱 你还玩投资 真特别好 震雷 我 你答应过我 你说你会好好开车 你也说过你不会再去想那些要挣打钱的美梦 你自己算算 前前后后你已经陪进去两辆车了 你现在把爸爸的钱也陪进去 你到底想怎么样 贝贝 我这不是也是想能给家里多挣点湿点 公开车我这能挣多少 李贝 你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当初偷了户口本也要嫁的男人 他就这等恶情 是 这就是我要找的男人 是我下来也行了吧 你还跟我好 妈 妈 妈 我干不吵了 妈 妈 这事怪我啊 是我的错 是我爸的事情搞砸了 我不对 妈 但是说白了我这出发点不也是为了咱们家吗 妈 妈 我知道 爸能让现在这样 你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我这确实是真心办坏事 我谢谢你啊 我谢谢你 你的好心 我们李家成招不解 收回去 妈 妈我错了还不行吗 妈 你别 贝贝 你帮我劝劝妈好吗 你走 贝贝 你给我走 我不想看到你走啊 贝贝 贝贝 不想看到你走啊 贝贝 你别 贝贝 贝贝 我错了啊 我我刚刚没说好 你把门开开我重新说一遍行吗 贝贝啊 贝贝 哎呀 贝贝 没门 我告诉你 老李要是醒不过来 我跟你没完 滚蛋 妈 你别激动了 我错了 贝贝 你把门开开吗 你别说话 我不想接到你走啊 哎呀 贝贝 你把门不开开 贝贝先生先生 请您保持安静 这里是医院 我怎么安静啊 这火伤没了都 贝贝 是江里面是休息的 这个月的业绩报告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对不起啊 抱歉啊 江总 公司有了新的规定 当月的指标完不成 会累加 下个月的指标当中去 如果你一直完不成的话 KPI的指标就会越来越大 以后的奖金问题 你想都不要想 这 这个规定未免太严苛了吧 您想我们平时的这个 基本公司就很低 这都指着奖金呢 而且 您也知道 这培养一个成熟的客户 要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想 我 我有的客户 都围细了四五年 才能开始跟人家做生意 对吧 你都知道 客户资源非常重要 那么为什么当初 你还要让蓝窍窍跟进呢 现在出了这个事情 你当然要承担后果 是 我犯的错误 我肯定要负责任 但是公司也不能揪着这一件事 这 这把我赶尽杀绝不是 这毕竟之前我也是 替公司接过很多大单的对吧 对啊 公司也是根据那个奖励制度 给了你相应的绩效奖金 像这样的奖罚分明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这些奖罗 有些奖励的东西 那么你还是要去做 所以就要够我做 những奖励的东西 不喜欢这个奖励 就要做一些奖励的东西 中国奖励的东西 但是又要做好 很多奖励的东西 我去做部件 的地方 到底 Hinter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阿姨 雨晴啊 我妈做了一些饭菜 让我给您送过来 请问问 好嘞 我妈做的一切 privilege 我生活 帮我 chce influx 回去 好 来 我 amour 跟我 rocking 肚 Child 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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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致君啊 我跟你说一下 我就想了解一下那个 那个房屋抵押贷款的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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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英姐 我给你推荐的那个新媒体公司 你觉得怎么样 公司挺好的 就是我的水平太差 一篇稿子避掉了二十来回 你别光挑不好的说呀 我那哥们小万可是说了 这事要是让别人干 可真的干不下去了 而你却不一样 你再一遍遍地改 再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就要按照这个任劲干下去了 未来可期 改了那么多次 我还是不得要领 最近我经常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其实你的文章我有看过 我觉得还挺好的 别安慰我了 我没有再安慰你多硬件 我说的是大实话 你想想啊 现在的订阅号文章 大部分都是一些鸡汤文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 都是拿一些金句拼凑在一块 他们有的只是拼凑 没有任何情感 而你却不一样 虽然你的文章平实了一些 但确实是由心触发的 可是点击量少得可怜 那我给你详细说一说吧 来 等一下 我录一下 来 雨晴啊 我今天找你过来 我就是想问问 清风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在救援医院安顿下来了 一切都挺顺利的 不过通讯不太好 反正我们联系的 也是断断续续的 他就好转告你 谢谢您的安排 哎呀 顺利就好 顺利就好啊 顺利就好啊 那天清风跑过来跟我说 要去非洲当志愿者 把我吓了一跳啊 不过我能理解他 他不想耽误大好时光 他更不愿意 把他学到的一身医术 没有地方施展呢 我太明白他的想法了 所以我愿意帮他 他不愿意停下 治病救人的那双手 我也愿意支持他 那天清风就跟我说过 你肯定会支持他 不错呀 你们两个真是心意相通啊 高院长 其实 我今天来我也想问问 关于蓝俏俏的事 目前调查组还推翻不了 蓝俏俏的说法啊 之前我让清风过来 看了一段监控视频 我们发现在手术的前一天 蓝俏俏给他爸爸 喂了一些汤水 后来清风就跟我说 要去找蓝俏俏问问清楚 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 他跟你提没提过 没有啊 他什么都没说 啊 手术之前 患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医生都会仔细叮嘱 一般来讲患者和家属 也都会严格执行 蓝俏俏那天 到底给他爸爸喂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 跟医疗事件 会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高院长 您能把那天的详细情况 跟我再说一遍吗 好 这边 好 雨晴啊洗手吃饭了啊 来了 做的什么呀这么香 冬瓜排骨海带汤 清火清热好吧 我觉得清风她妈那种 煲汤芳麻也是有问题的 这药汤喝多了身体不仅受不了 还会流鼻血 是吗 她们已经有事 cannons 大家这些蛮看看 她们现在有很多小蟑螂 要去哪个小蟑螂 爱是谁好呢 带我们去哪个小蟑螂 你去哪个小蟑螂 就是人家一定要当个小蟑螂 许清风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他找你也找了 你们能不能一起来 别一个接着一个地来烦我呀 你们聊什么了 你是他女朋友应该去问他 他什么都没说 那你这醋可吃得有点太远了 他来问我 给我爸喝的什么汤 莫名其妙 他要是想推卸责任 应该找个更好的借口 我先去看看 手术前你给你爸喝的汤 已加了这些重要菜吗 我给我爸煲汤进补有什么错 关雨晴 现在是徐清风 欠我爸一条命 你们就好好想想 怎么给我爸尝命吧 少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患者在手术前 是要遵照医嘱 不能随便进补的 尤其是肿瘤手术 开飞机你懂行 但这草药你未必懂得 我们村常年收草药 好 今天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我这个汤里有 人参当归三期 人参补匹亦废 当归补血易血 三期活血化瘀 有什么问题 整个手术过程都有录像 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错 当肿瘤成功剥离以后 反而大出血 我不知道跟你这碗汤 有没有关系 但是你刚才说了 三期是活血化瘀的 那数前能喝吗 什么 你别想诽我 你就是想说 是我害死的我爸呗 我告诉你 就是徐强峰 本人站在这儿 他都不敢这么说 害死我爸的人就是他 跟这碗汤没关系 请你出去 否则我连你一切也不会放过他 奶奶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那么大老远跑过来 原本专程要问你汤的事情 后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是怕你痛苦和自责 韩俏俏 你比谁都清楚 你爸爸的病 多少医院不敢接受 包括燕熙 有多少人在反对 他顶住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为你爸爸做手术 他就是觉得 只要他还有一线活着的希望 就不能放弃 对不对 来到你家以后 连我都猜到了大出血的原因 我相信 我相信清风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他宁愿忍住 你对他职业生涯造成的伤害 宁愿冒着他医生执照被吊销的风险 他也不愿意说出这一切 他就是怕你承受不了 如果你崩溃了 你的奶奶谁来照顾 他这么善良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我不信 我不信 你早 老二 俏俏 从头到尾 清风都没有做任何一件 对不起你家人 对不起你的事情 保重 我 我 她 她 我 我 那您的意思是 蓝俏俏主动联系的医院 蓝俏俏承认了 自己相信偏方 为了给他爸爸提高体力 在手术的前一天 蓝俏俏给蓝酸柱 喂了一大碗三七人参汤啊 经过医院的调查证实 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造成了术中大抽血 不管怎么样 幸好是他说出了真相 法医的鉴定报告也出来了 各科室的手术过程 都没有任何问题 麻醉的剂量也合乎常规 所以说蓝栓柱的手术事故 跟我们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清风呢 清风喜庆医院区了 院领导开会已经决定了 撤销对清风停职的处理 恢复门诊和手术 终于等到这一天啊 雨晴啊 你去找过蓝俏俏对吧 那天跟你聊完之后 我就特别好奇 清风到底跟蓝俏俏说了什么 我就去找蓝俏俏 我才发现了这个 三七人参汤的事 雨晴啊 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的说服 清风不可能沉冤得雪的 其实 我觉得该感谢的人不是我 是清风自己 对了 我一得到清风复职的消息 第一时间我就要打电话 通知的 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他呀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我们最近联系的 也是断断续续的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告诉他 还有还有啊 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你秀兰阿姨 当然了 我一会儿就去他家里找他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雨晴啊 你真是个好姑娘啊 清风出世以后 你一直都支持他 能够遇见你 是清风的幸运呢 我觉得我能遇见他 也是我的幸运 老许 我们家雨晴 刚才跟您说的事 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清风没事了 要回来上班 他的事 终于了结了 对呀 那您看 您干嘛还粘头打脑的呀 他没事 不表明我没事 不表明我没事 我是大错都错的 阿姨 刚才都说了 清风没事了 咱这事就翻篇好吗 不想了好不好 我这篇翻不过去 我这篇翻不过去 这才翻不过去了 大雕宝 我是兔兔兔啊 大雕宝 平时都是我跟您兔兔兔 您当一回 金关江 您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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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不去 我没资格 这 我不配 爸 阿姨 你 我不配 别 大错特错 我最不可舍 这 大吊宝多要免得一人哪 看来还真得给点时间才能缓过来呢 那这怎么办啊 对了 你 你给那个清风打电话了没有啊 你一直都联系不上 接着打 再打 再打 还是联系不上 喂 爸 联系不上清风这事 你千万别让徐阿姨知道 不然她跟上我 行行行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他一直在认识 他不得了 我心里有数 他不得了 我心里有数 他不得了 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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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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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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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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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